同时让我们诚挚的祝贺朱一龙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这个殊荣 祝贺 祝贺 可以先留一张影 同时平复一下心情 能够感觉到你依然还是很激动的 恭喜 恭喜 祝贺 祝贺 真的非常替你开心 这次我们看到有您主演的两部影片 都被提名了金鸡奖 尤其是这一部人生大事您塑造的这个角色 和本人以往日常的形象特别不同 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懵着 对 然后我其实抱着实在学习的心态 然后第一次入为金鸡奖 对 结果没想到 可以继续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心情 我刚才说哪儿了 就是说你还有点懵 学习的心态 对 学习的心态 其实今年你也是刚刚作为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 形象大使的身份参加了这个闭幕式 然后这一次来到金鸡奖 然后就拿到了我们这个人生大事的男主角 现在如果心情平复一点的话 我们要不先请现场的媒体朋友们答有什么问题 好 来有请这一位 好 一龙你好 很荣幸今天在这里见证了你的人生大事 谢谢 演完《墨三妹》这个角色 给你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因为首先人生大事这部电影是其实是我第一次长篇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拍 然后这部电影其实也挺幸运 因为他在我家乡拍然后又用了武汉画 其实他把我之前在武汉生活的18年 我可以有很多素材可以去用 然后可以加入很多自己的生活在里面 所以这个角色可能我觉得他会显得更生动一些 所以后面我觉得还是不管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多体验生活多捕捉生活 然后对去塑造角色 谢谢 好 我们再请下一位 有请 龙哥们用武汉画来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觉 毕竟是人生大事用武汉画来 然后有武汉人武汉那种手势来表达一下 你和我呀 你真的 咦 现场有武汉的老乡是吗 对 突然听到香烟还有点不习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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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太亲切了 有请这位朋友 大家还有问题吗 可以举手示意我 有请这位 您在厦门获得这座奖杯 厦门一定会令您印象深刻吧 能不能谈一谈对厦门的一个印象 您在厦门的一个感觉 确实也没怎么出现 但是厦门我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了 厦门 因为我自己本人就特别喜欢海 所以厦门的海特别的漂亮 然后天又是那么的蓝 然后气候又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真的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会多到厦门来玩的 现在还有什么新项目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我知道接下来有一部新片 你在里面扮演角色 好像反差也挺大的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对 后面有一部电影叫《消失的他》 但是具体什么肉唱我也不太清楚 对 今天我们全局组也到这来了 也到今天讲来了 是 马不停蹄的就带着新作品就来了 来 我们有请这位朋友 刚才得奖的时候有跟吴京说什么吗 我就听见京哥说恭喜我 好 有请这位朋友 主持人好 您在演这一个电影 电影的时候重演的他的一个脸是说 您的神像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您在大家面前之前 同学的包括您现在 实际上一个帅客 然后 我就说这个电影里不帅 但是他就突破了那个形象 不知道您的这种牺牲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可以的呢还是说 还是说是发展逆行或是逆步 必须选择角色的时候 是一定要去这样突破呢 还是说要要要维持这线热情 没有其实其实因为我是从电影圈毕业的嘛 就是我们其实塑造角色 就是我们的外形和形象 其实是跟着每个不同的角色来的 所以每一次不管是每 每部戏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就尽量的去往角色上考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造型师 有导演 然后大家最后商量出来一个 一个到底最后是以什么样的形象 去塑造这个角色 对 好谢谢 有请再次有请这位朋友 周永老师你好 妮妮也是非常棒的演员嘛 能不能给我们 新美娟老师 我们的最佳女主角刚刚新鲜出 新美娟老师 恭喜新美娟老师 因为刚刚和妮妮合作嘛 所以说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些话想要给妮妮做一些鼓励呢 安慰一下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为我们朱永龙老师了 对 这也太快了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朱永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得再次祝贺你获得这个殊荣 那也不再更多的耽误您的时间了 谢谢 好 那我们再请朱永龙老师和奖杯 有一个合影 有一个互动的合影的纪念 是不是 好 我们可以稍微往前一步 对 然后可以跟奖杯互动一下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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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期待接下来看到你有更多突破性的角色 是传统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金鸡奖杯 这个金鸡的传统 我真的很爱金鸡 但我做不来了 哈哈哈哈 对 没关系 我们等到下一个金鸡奖杯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周一龙 再次祝贺 祝贺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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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四位 周一调老师来 你们两位一起大合照 等他一下 还要等一下四位老师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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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